自从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三年来 中国的人权状况不断恶化 引起国际担忧 因为这个高度的继权 就是把所有的违法的国际的标准 包括违法中国的自己的法律 过去一年中 有300多位维权律师被抓捕 目前被释放的有200多人 剩下的不是人被关押 就是下落不明 更令人不安的是 中共侵犯人权的行动延伸到海外 越境绑架香港疏伤 李波和桂敏海等人 且美国驻华大使瑞孝简 4月20日在华府强调 美国高度重视中国人权问题 我注意到全球受压迫和侵犯的人 都向美国寻求同情和支持 而不是向其他民主国家 这正是因为他们知道 美国高度重视的问题 美国国务院4月13日公布了2015年度人权报告 批评中国政府明显加强了对民权政治权利公益和少数民族等维权组织的压制和胁迫 对法律界的镇压尤其严重 中国国务院第二天采取报复行动 也发布了2015年美国的人权记录 例举了美国种族歧视 枪支失控和警察滥用权利等问题 瑞孝简承认 美国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她说 美国一直并将继续努力纠正这些问题 不过她强调 美国不应该为坚持高标准人权而感到羞愧 瑞孝简指出 政府的本性不是保护公民权利 因此需要三权分离制衡机制 而这正是中国没有的 观察人士指出 中国正在通过自己的购买力 投资 参与多边组织活动 和控制国际公共资源等渠道 来左右国际社会 中国机构政策和行动背后的价值观 令国际社会担忧 因为中国正在试图出口自己的标准 中国政府一直强调 中国人权状况符合国情 而人权活动人士指出 不管是什么国情 美国公民都享有平等的人权 人类的尊严是所有文明的核心 专家呼吁联合国各国政府 公民组织和商业集团联合起来 共同施压 促进中国民主改善人权 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